第二趟直升机上到山顶 第二趟直升机上到山顶 我就跟他去婚 我带记归地拿出戒指 在地上写了marry me 愿意嫁给我吗 然后他在后面写了爱度 王志寻 人称X队 是滑雪圈内的传奇老炮 2005年至今已有12年资深学龄 当年他以大庆市理科第一名的成绩 考入北大 入学的第一件事就是加入山英社 骑行 徒步 铁人三下 对各种户外运动都乐此不疲 第一次的直升机滑雪 是他这辈子最美好的回忆 除了向爱人摆小暖求婚 这次的经历也让他对生命与自然 有了全新的感触 在连绵的雪山和湖泊间飞翔 这时的人渺小如一片羽毛 同时又可以感觉到自己灵魂的巨大 仿佛真正和大自然无人物体 周围什么都没有 只有白雪和大山 你划下来的一条痕迹 这是你唯一的在这个自然界里留下的痕迹 看我漂亮的痕迹 神秘而又灰红的白色荒野 对插队而言近乎一种信仰 正是这种人与自然共生的壮美 让它一次次回到雪岭 但是在野雪的另一面 人与危险又是永远相关的 随时可能引发雪崩 或者掉落万丈深渊 插队说 这时需要战胜的是恐惧 达到百公里的时速 人内心的恐惧是不断放大的 划野雪就是这样一个 对恐惧的耐受度不断提高的过程 划过野雪的人 都有着强大的自信心和精神力 人类超越自我 正是这种精神和肉体的双重超越 让心灵得到真正的解放 只有化学才是化学者之间最好的语言 因为一份信念 插队来到化学厂工作 看到越来越多的朋友来到身边 站在雪线之上 那一刻的插队是幸福的 我要做一个很极致的化学体验 包括在国内做一些化学文化 化学运动的推广 化学是融入到我的身体 融入到我的精神当中的一件事情 而是另外缔次我做一个 Mamma 但若有个光明的感受 未经许可,不得不许可,不得不光明 即可,不得不光明